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迦病儿痊愈 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西西迦喜欢见使者 就把自己饱库的金子 银子 香料 贵重的膏油 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契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迦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当时的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 听到西西迦王大病出狱 于是他就带来礼物和问候来探访西西迦王 这一位生死一线之间的西西迦王 心中大概很受感动 还是很高兴 甚至有一点点的高傲了 他就把他国家仓库中所有的东西都秀给这位来宾看了 这里说到的有包括金 银 宝贵的膏油 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宗教性的物资 还有军械 用现在来看那就是国防工业 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给来访的这位巴比伦王的儿子看了 等他走了之后 现在先知以赛亚出现了 从第三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最后 以赛亚先知和西西迦王有一段重要的对话 请我们来看经文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迦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迦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迦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迦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西西迦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迦 首先问 这些人是谁 他们从哪里来的 那西西迦王当然就说 这些人就是巴比伦王的儿子嘛 从远方而来嘛 那从对话里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个访问肯定不是只有巴比伦王的儿子来 而是一个访问团 所以以赛亚先知问 这些人是谁 那么这个访问团是国王的儿子 也就是巴比伦的王子带队啊 然后先知以赛亚问他 那你给他看了什么吗 哦 西西迦非常的高兴说 哦 我家里什么东西都给他们看了 这个对话从语气上 从对答上 更是从西西迦王的行动上 就给我们看见他背后的动机或者是态度了 肯定他认为巴比伦王的儿子 也就是巴比伦的王子 这是一个友好访问啊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戒心地 将自己一切的国家的丰富 秀给人家看了 现在先知以赛亚知道了这一些事情之后 就告诉西西迦王 你这样做 你祖宗所留下来的一切财物 有一天都要给巴比伦王掳去了 一点都不剩了 不止如此 你的后代还要被掳掠 而且要在巴比伦王的皇宫中做太监 这件事的的确确使得将来 犹大国亡于巴比伦王国的一个根源 这个根源记载在以赛亚书 也记载了不只是历史事件 也是先知以赛亚对西西迦王 所做的事情的评论 这样的事情留在先知书中 当然是有意义的 给我们看见大病出狱的西西迦 心情高兴 但是却不够谨慎 他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中 在那个时候的复杂的国际关系里面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他搞不清楚 不止这样 西西迦王这样做 更显露出他的心灵里面 不知道尊神为神 因为犹大国的最大君王不是他自己 是这一位万君治耶和华 他竟然将国家的一切 秀给一个不知道是敌事有的访问团 一个人假如连这一个的分辨都忽略了 或者说这么不谨慎地做出这样大的决定 肯定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 对今天的你和我而言 读了这个历史事件 大概我们就比较清楚 后来犹大国灭亡的一点点前因后果 但是这个原则 其实在今天我们还是要学习的 那就是行在末世之中 我们要千万谨慎 等候圣灵光照和带领 特别将自己的心灵 完全显露在一个不明白的对象前面 是很危险的 耶稣基督也有讲过一个比喻 一个人假如把自己的心灵打扫干净 但是不邀请这一位复活主 永生主进来 那越是打扫干净 越是对未知敞开 危险越大 恳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这个历史事件之中 学到一个功课 那就是圣经提醒我们的 在末世之中 我们应该谨慎自首 警醒等候 愿主透过这个历史事件 今天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 兴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